近年来 中国远赴海外就医的民众有见多的趋势 而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中国相对集中的医疗资源 也因为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加州因为天气 人文跟医疗的优势 成为了中国病患的理想医疗地点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东边的希望之成癌症医疗中心 在一年前开始了一项国际医疗计划项目 医院将为来美就医的海外病患提供方便服务 医疗中心方博士说 在发达国家 心脏病是头号死亡杀手 而在中国 各种癌症是致死的首因 中国呈增长趋势的癌症人口 也造成了更多人到海外就医 同时 西安也是中国民众另一个致癌的普遍因素 方博士认为 从根本上认识到环境及社会发展问题 对民众造成的健康威胁 重视标本监制才能真正改善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 新唐人记者 魏瞻正号洛杉矶采访报道